一刻如云学佛人 成事充满慈悲心 吉祥如意报佛恩 人间祥和菩萨心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各位法师嘉宾和全世界的佛友义工们 和马来西亚和槟城的父老乡亲们 大家下午好 时光如梭 上次法会已经又过了一年半了 冰城的佛友们的精进努力 又迎来了今年的圣大法会 世界的祥和 是我们的希望 台长在世界弘法 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倡导家庭和睦 心灵健康 台长对任何法门和任何宗教都是非常尊重的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和平和祥和 让每一个人都更加的有爱和慈悲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正朝着 佛陀和观世音菩萨指导我们的 慈悲救度众生的方向前进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努力去救度全世界更多的有缘众生 但这个世界又有多少人每天失去希望 他们的家庭破裂 他们的家庭破裂 癌症 忧郁症 恐惧症 让人活在一种痛苦的生涯当中 在这个世界上 有十七万人死亡 每一天有十七万人 将近二十万人死亡 每年因忧郁症 自杀的人有一百万 这些人间的疾病 每天困扰着我们 很难医治的心灵创伤 我们只有想通 只有想明白 才能自救 想通想明白 就要学佛 因为佛法 能让我们开悟 菩萨能让我们跳出苦海 菩萨告诉我们 如果你自己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永远不能给你带来烦恼 伤恼来自于整天 想改变别人 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现代人要活得心理安详 长期的心理不健康 才会导致身体的不健康 在四月二十号 马来西亚冰城 一名十八岁的华裔女中学生 患上忧郁症之后 母亲去洗澡 对女儿说 孩子你帮我把衣服叠一下 叠叠好 女儿表情非常的沮丧 洗完澡 母亲出来 不见了 女儿到处寻找 往露台下看 发现女儿跳楼 已经死在了停车场 人间的寿命短暂 所以我们才要珍惜 不想伤害自己 就要学会认识自己的个性 要降服自己的缺点 要学会改变自己 学会包容别人 每一天要多感恩 要感恩才能知足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每天早上吃一颗药 那叫感恩 到了晚上睡觉之前 再吃一颗药 那叫知足 你就会常常的快乐了 平安每一天就是福气 多少人在今天 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有多少人在今天 已得了癌症 有多少人身体变得残疾 就在昨天 我刚到冰城 一个佛友告诉我 他的自己的一个 就是女朋友的一个哥哥 过去是吃喝玩乐 什么都做 突然之间查出来是肝癌晚期 后来他一直不肯学佛 等到最后要临走的之前 就是前几天 刚刚才相信 昨天已经离开了人间 只有37岁 刚刚发生的事情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不能整天在伤害自己 别人在生活当中伤害我们一次 我们要不停的伤害自己几十次 所以心灵不能残缺 每天不能活在痛苦当中 佛法说人生无常啊 人间这个看得见的有色世界 是空的 是空无的精神世界中 我们要修出菩萨的极乐境界 看到未来 想到自己的过去 更要舍去和放下 这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呀 良好的心态 对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 是任何药物都无法代替的 每一天 恶劣的心情对健康产生着无比的危险和危害 就是你身体不健康的病根 在浙江有一个小伙子 就是因为谈恋爱跟女朋友吹了之后 他在七月二十一号找到了他的女朋友叫小雪 对他怒打一顿 还把这个女朋友的耳朵给咬下来 所以现在的人 你对我好是应该的 你对我不好就知道要报复 这就是现代人贪嗔痴的病根了 所以我们学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学会对生活当中任何的需求要有节制 不能过分 要看到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好 就要加紧修行 对欲望要经常想到 我够了 我已经有了 我很满足了 这就是知足常乐呀 珍惜拥有的 不求自己没有的 就会有好的心态 很多人 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给自己的未来定位太大 希望直过高 使自己根本无法实现 还要非常的痛苦认为 自己怎么这么无能啊 情绪低落 精神萎靡不振 所以得了忧郁症 有的人做事 只要求尽善尽美 每一件事情都希望是最好的 实际上 实际上世界上很多的小事 也不要怨天尤人 因为在这个人间 它是不圆满的 所以在人间 你想做任何圆满的事情 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哀伤 所以佛法说 应该心 应该不要随着环境而变 心随境变 你就会永远得不到满足感 所以放下自己的心态 迎接现实的当下 好好的修行 把现在就过得好 胜过你一百个将来和一千个过去 有一个年轻人去请教禅师 问他如何做人 这个禅师说 你看看我 再看看你自己 就知道怎么做人了 这个年轻人说 师父 我怎么看您呢 禅师说 你看我有几个脑袋 几个眼睛 我的耳朵 鼻子 嘴巴 我有几个手 几条腿啊 年轻人说 师父啊 每个正常人 只有一个脑袋 两个眼睛 两个耳朵 一个鼻子 一张嘴 和一双手 还有一双腿 禅师说 你知道他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青年人说道 脑袋主要用来是思考 眼睛 眼睛主要用来是看的 耳朵是用听 鼻子要呼吸 嘴巴主要是吃饭和说话 手要拿东西 脚是用来走路的 这个禅师听后 哈哈大笑 他说 小伙子啊 脑袋长在人的头上 人是用脑袋 让你来好好思考 天地万物万事的 脑袋主宰人的一生啊 人只有一个脑袋 所以必须凡事 要三思而后行啊 人就是没有思考自己的因 所以才会接受果报 谨言盛行 才能把握美好的人生啊 人有两只眼睛 因为两个眼睛都是平行的 他告诉我们 做人应该平等看人 平心看物 人要睁开眼睛 眼看四面八方 你要看清这个世界的真谛 你才会有悟性 人有两只耳朵 为什么一只要长在左边 而一只要长在右边呢 因为菩萨让我们要倾听 来自正反两方面的声音 叫我们学佛做人 不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 你才能正确的理解这个世界 人有一个鼻子 两个鼻孔 主要是依靠它来呼吸 和吸收天地间的新鲜空气 还有一个鼻孔 就是让你来释放心灵的废弃 人有一张嘴巴 不能光用来吃饭 而且也要用来说话 人必须吃尽人间的甜酸苦辣 你才能真正地了解人生 记住了 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他告诉我们 说话要谨慎 做人要稳重 你才能在人间四平八稳 人有两只手 一只手用来劳动创造 还有一只手 还有一只手是要你把握好 你已经拥有的财富 不要让它丢失 人要把握好机遇 抓住时光 珍惜一切 你才能拥有美好的人生 人有两条腿 人不仅要走前人走过的路 我们更要重新开创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个腿往前 一个腿在后面跟上 这就是永远走路要一前一后 而不是两个腿平着走 那就叫跳 所以要跟着前人走 自己后脚要努力 这样才能达到你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个青年非常的心情舒畅 大师你这番教诲使我毛塞顿开呀 接下来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任何人只能看见我们的外表 看不见我们的内脏 我刚好告诉大家 每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 但是他有两个心房 左心房和右心房 也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凡事不要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别人着想 你才能心想事成啊 每个人都有两片肺业 他告诉我们在世界上 要广泛的与人交心通气 你才能心平气和 随心如愿 每一个人有一个胃 他既要吸收美好的东西 也要消化排泄不良的东西 他才能茁壮成长 每一个人都有弯弯曲曲的肠子 他启示我们的人生的路 那是曲折不平的 凡事不要怕挫折 我们要一门精进 好好地学佛 才能到达佛的彼岸啊 每个人的内脏 还有很多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 它是我们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东西 他告诉我们 生命中的每个人 都是我们的贵人 台长曾经说过 应该懂得什么叫贵人 贵人就是你珍惜身边所有的人 你就会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护帮助 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贵人了 世界奥运的跨栏冠军 刘翔 他的贵人是他的师父教练叫孙海平 上海市政府在刘翔夺冠之后 奖励他三十二厅的装修房 刘翔非常的善良 他感恩心很重 他就将房子送给了孙海平教练 孙海平教练也是一个孝子 他得到了这个房子之后 把房子给了他的母亲 我们一个学博人 要想成功一定要学会感恩 感恩的人才会有贵人啊 学会放下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实际上都是截然一生啊 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到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要带这么东西 想到哪里去带得走呢 除了父母亲给予我们的肉身 我们一无所有 就是这么一个肉身 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 人生在世间何其短暂 数十年眨眼即过 对于大千世界来说 我们人只是匆匆的过路客 不懂得放下 你会影响你的健康和身体 要想活得长久 只能是空患之想 放下就是解脱 有一个人挑着担子 前面是花瓶珍贵的 后面也是花瓶 一边走路 突然之间 一个花瓶掉下来睡了 他看也不看 继续往前走 别人叫着他 哎哎 你的花瓶睡了 你的花瓶睡了 他一边挑着担往前走 一边跟他说 睡了也就没有了 没有了就又不能弥合 我继续走我的路 所以我们要把过去做错的事情 过去的压力 所有一切都要放弃 这就叫过去了 所以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也会过去 那也不可得 金刚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些 有一个老师 他为了让学生们 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思维教育 让孩子从小就懂得 为人处事的重要 这个老师在班节上 他就说 我们小朋友们 大家有没有讨厌的人呢 同学们有的想一想 没有说话 有的小朋友拼命的点头 老师就被人发给他们一个袋子 说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现在大家想想看 在过去的一周当中 曾有哪些人得罪过你 他到底做了什么样可恶的事情 想到后 你们放学 就到沙滩边上 找一块石头 把他的名字贴在那个石头上 如果他真的很讨厌 很惹你生气 你就找一块大点的石头 如果他的错是小错 你就找一块小的 每天把别人做错的事情 带到学校里来 给老师看 学生们对老师的提议 非常有兴趣 马上放学之后 抢着到河边去找这种鹅卵石 第二天一大早 大家装着河边的鹅卵石 就带着带着到学校里来了 兴高采烈的讨论着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 三天过去 有的人袋子里装的恨的人的 口袋里的石子越来越多 成了负担 终于有人提起意见 老师我们好累 老师没有说话 立刻有人喊 对啊 每天背着这些石头来上课 真累 这时候老师开口了 他笑着说 同学们 那就放下这些代表别人犯过错误的石头吧 孩子们有些惊讶 老师说 学会宽恕别人的过错 不要把他作为一件宝贝一样放在自己的身上 扛在肩上 记在心里 时间久了 你就会把别人的缺点 让你自己沾染上 这班同学上到了人生最宝贵的一刻 带你装的越多 越大的石头 别人的错误就在你心中存留越多 越深的仇恨 所造成的心理不担就会太大 为什么人间越烦越恼 越恼越烦 这就叫烦恼 为什么人间越恨越想恨 越恨越放不下 所以这就叫越来越恨 人生就是这样 要学会菩萨 就必须放下别人对自己的业障 别人的缺点 犹如病毒 我们没有必要把它藏在自己的心里 越长对自己的伤害会越生 有一个老妈妈 年轻的时候 儿子在众多人面前羞辱过他 二十八年没有理这个儿子 自己有一天要走的时候 睡在床上快要走了 姐姐把兄弟带过来跪在妈妈身边说 妈妈 哥哥来看你了 你原谅他吧 这时候 这时候这个老妈妈 眼睛闭着 不讲话 妈妈 你就原谅哥哥吧 老妈妈终于开口了 我到死 也不会原谅他 走了 人生这么大的胸怀 为了一句话可以记他一辈子 为了一件事情可以让自己受伤一辈子 这就叫愚痴啊 希望我们放下过去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好好地慈悲对别人 那你的心胸将像菩萨一样的宽广和伟大呀 现代社会人崇尚的是物质享受 却忽略了精神上的充实 所以带来了太多的心灵扭曲啊 认为大家都是这么做 在迷茫 大家都在挥霍浪费 我也应该这么做 其实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空虚和痛苦啊 学博人要学会放下对物质的无穷欲望 我们要学会去探索 完善人类的心灵世界 每天把不好的心神垃圾 不要放在心上 要去倒掉 不要把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把自己做错的事情 牢牢地放在心上 念念礼佛大忏悔文 好好地忏悔自己对不起的人 好好地能够学菩萨 宽容 感恩 知足 你才能在人间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啊 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呢 就是回答大家问题 有一天呢 台长就是上两个礼拜吧 台长看到一个听众血液不好 血少板减少 经常头晕 他掉过孩子 关节还会响 台长还指出他的业障很多 他呢 都说是对的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董事长 您好 您好 我想看一下那个 我是七六年属龙的 哦 你要当心啊 你的血液不好啊 你的血小板减少 经常头会晕的 哦 太对了 我头好痛哦 哦 你有叫过孩子 对对对 我现在头晕什么是不是 都是他 都是他 本来那是在你身上 让你这个地方不舒服 那地方不舒服 对对对 一直没听 他知道你开始还他债了嘛 他就不是一天到晚在你身上 他一离开你呢 你马上舒服了 明白了吗 是是是 那我再问一下 那我 我现在应该注意什么呢 应该 注意腰 腰不好 腰不好 腿 关节 对我关节一向是不好的 哐哐哐哐响的 对对对 那请问一下 我身上念 业障比较多是吧 坏事以前是不是做得挺多的 对对对 你就是结婚的以前 朋友谈的太多了 啊什么 结婚之前朋友谈的太多了 是你叫我讲的想的啊 对对对 没关系 我反正就是为了好好反省 你好好的反省啊 过去就 过去 过去就是说自己不检点啊 所以有时候 就会遗留下很多的业障 现在赶快把它念掉 不念掉不行的 行行行 谢谢您 卢台长 谢谢 是他叫我讲的想了 我呢 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来人间啊 你不知道人生之苦的 所以如果不去生活 你哪来的知道拥有和失去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珍惜 珍惜就是失去带来痛苦的最好的良药 所以我们不想承受失去的痛苦 就应该不要太去贪 太去得 因为得到的最后结果就是失去 所以昨天晚上我也讲 人生最重要的是 接受有成是无 承受无 所以既然有了 我们就好好地随缘 既然没有了 我们也要能够承受 因为我们来这个世界 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 最后走的时候 我们也从来没有失去过 因为空空地来 空空地走 这就叫空即是色啊 如果你认为 你拥有了一切的物质思维 而一旦没有了 你就会去承受失去的痛苦 有一位家庭主妇 他去聘用一个女佣人 他下个星期一就正式到他家去上班了 这个女佣呢 他来之前 雇主呢 就打了个电话 给了他过去的一个雇主 问一问 这个女佣人的品德各方面 得到的回答呢 是告诉他 好的少缺点很多 女佣到家的第一天 这位主妇对他说 前几天我给你家里的过去你的 雇你的那个先生打了个电话 他说你诚实可靠 菜做得很好 也非常讨孩子们的喜欢 唯一的缺点就是对整理家务不太在行 屋里总是脏兮兮的 不过他的话我不相信 因为我从你的穿着打扮上 可以看出 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你一定能够把我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女佣听了她的话 很感动 非常认真的干活细致 也非常的勤奋 把家里收拾得一成不难 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非常的愉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学佛人要口吐莲花 善言会让别人精进 恶言会让别人懈怠 想让自己欢喜 就要让众生欢喜 想让自己幸福 就要让众生幸福 想解决人间的烦恼 用的是慈悲 想脱离人间苦难 用的是佛法的智慧 有一位徒弟他去见师父 他以为自己开悟了 他跟师父讲 师父啊 我终于悟了 这很会用古文啊 悟了 我觉得 今世而着飞啊 意思就是今天是对的 我昨天呢 是错的 以前的几十年啊 师父 我全错了 我可以再也不去想 只当那段日子 根本不存在 嗯 这个师父说 好极了 你明天到山下的花店 帮我去买一把 晚香玉来 要直直的走到店 不要绕路 师父 不绕路 要经过风化去 你去买花就是了 什么都不要想 花买回来了 一到晚上 新香就四面翻意 整个屋子都是很香 这个时候 师父说 是照我祖父的 到那家花店吗 这个弟子说 是的 经过风化区了吗 经过了 两次 嗯 你不是去买花的 你为什么到风化区啊 嗯 师父 这个店 如果不经过风化区 就买不到花呀 弟子急忙的解释 那种脏的地方 花还会香吗 香香香 师父 你没闻到吗 比刚才还要香呢 师父说 这就对了 你不经过 以前那段 肮脏的人间日子 哪里来 令你惊天呢 甚至可以说 你没有迷失的痛苦 哪会找到 佛法的欢喜呀 过去 虽然过去了 但是那段时间 你不能不承认 它的存在 只是今天 你已经出于污泥 已经修成一朵莲花了 师父 露出 慈悲 继续说 绝今 是而 浊飞 意思就是说 我觉悟今天 而浊天 说自己不是 虽然是 开悟 却不是 大悟 大悟 就是 无所谓 浊飞呀 就是 无所谓 昨天的 对和错 但 今世里 有浊飞呀 就是 今天 我们的对 我们找到了 佛法 是因为 过去的 迷惑 颠倒 我们才让 今天 找到了 佛法 没有 一朵莲花 能够 否定 污泥的 没有 一个 今天的 果实 可以否定 昨天的 种子 人生 没有 痛苦 我们就 不会 去 拜佛 寻求 解脱 人生 没有 苦难 我们人 就 不会 去 精进 能脱离 苦海 所以 当你 不知道 明天 有多危险 多痛苦 的时候 你永远 不会觉得 今天 是多么的 平安 多么的 幸福 啊 当你 不珍惜 夫妻 感情 的时候 你永远 不会觉得 终有一天 会 离婚 当你 每天 抽烟 喝酒 的时候 你永远 不会觉得 你终有一天 会得到肝癌 和肺癌 当你每天 在做恶事 杀身 恶口时 你不会觉得 终有一天 终有一天 会现世报 当你 在受苦 受难的时候 你要坚持 天天 做好事 念经 放声 许愿 帮助别人 你不会想到 终有一天 你会 离苦 得乐 超脱 六道 啊 悉尼 有一位 离异的母亲 非常的悲惨 自己打了两份工 为了养活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 她的先生就离开了她了 她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 苦熬二十五年啊 孩子现在茁壮成长 在一家英国的大公司做总经理 孩子非常的孝顺 这就叫不知不知人间苦 哪知学佛田啊 我要补充的就是她妈妈 是我们的一个同修 学佛之后 坚持持苦才走出低谷 记住了 全世界有十亿亿的人在吸烟 每天因吸烟死亡 为四 每年吸烟人死亡 是四百万人啊 等于每天有一万一千人死亡 这就叫累积 如果我们每天做一点点坏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是一个坏人 每天动一个善念 一年下来 你有三百六十五个善点 你就是一个大善人 所以佛经上经常讲 善男子善女人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连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都做不到 因为行善的人没有恶 因为一善结百哉 所以我们要做善人 就不能做一点点恶 所以才称得上善男子善女人 每天学佛念经 几年甚至几十年 你一定会成就佛果 台长叫大家要懂得 我接下来给大家讲 因为很多人经常问台长 台长磕头好累 有时候要拜佛 念经也是很累 念出来之后 声音太响了 觉得气不足 不念出来 又不知道好是坏 我告诉你们 如果念经声音太响 那么是伤气 如果念得在心里不出声 时间长了会伤血 所以最好的念经方法 就是有一点点声音 不要太响 又不伤心 又不伤血 呢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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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如果想不通 不卖别人的账 记住了 生理上的反应 是脖子会硬 一个人烦恼很多的人 他的脑袋就会僵硬 想一想 很多人说烦死了 烦得不得了的时候 他哎呀头痛啊 这个时候就是他脑子想不通的时候 所以拜佛能让我们想通 从心理上来讲 拜佛不向外求 而是自内心而求 所以大家想一想 当你磕头的时候 是反观我们的佛性 头一低就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低头从医学上来讲 可以拉开你脊柱各关节的间隙 解除你神经血管 淋巴管和脑水脊的压迫 所以拜佛的人 头一直在运动 颈椎也在运动 就是用干净的心态 去放松自己的身心 所以拜佛的人越拜越开心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合掌 一个人合掌就是成为 我们十指连心 心心相应 这时候打通你整个的小周天 大周天 你的心就是你的手指 当你合掌的时候 一个人肩膀就会放松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肩膀一放松 你就放下烦恼 人一烦恼 一发愁 你的肩膀就会拱起来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啊 是这个事啊 来了吧 哎呦 哎呦 这苦哦 肩膀是不是拱起来了 一合掌 肩膀会放松 然后通筋弱 放下的同时 妄念也慢慢的放松 所以 放松的人 并不是完全的拜佛 因为拜别人 又是拜自己 所以 拜别人是佛 拜你自己 也是一位 未来佛 台长 有一个 听众反馈 他 在 那个 打进电话来 他女儿本来是子宫肌瘤 医生要他动手术 吸肉 结果呢 念了四十九章小房子 居然 这个肌瘤啊 和吸肉都不见了 而且 他女儿想要个孩子 台长告诉他 八九月份会有机会 真的在八月份就检查出自己怀孕了 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 您好 您好 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师父 我这次打电话 我真的特别的感恩 上次您说我的女儿八九月份可能会回孕 这次真的八月份我们查了一下 真的回孕了 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师父 零个不太了 师父 我特别的激痛 特别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第一次吧 我们打电话来的时候吧 是因为子宫肌瘤 有小肌肉 后来呢 师父呢 就让我的女儿呢 做手术 后来呢 我们打通师父的电话了 师父呢 就说呢 让他念经 念四十九章小房子 后来他就是按照去做了 嗯 你看 就念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去查了 就是子宫肌瘤不见了 肌肉也没有了 我们真的特别的激动 特别的感恩 嗯 后来呢 师父说他的那个副科呢 没有大毛病了 嗯 他呢 很想 就是想要有一孩子 后来八九月 就说呢 他八九月份可能就会怀上了 后来呢 我们八月份的时候 他真的感觉可能怀孕了 他就查了一下 真的怀孕了 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谢谢 在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编织自己的梦想 学佛人就是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 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 在汉文帝的时候 有一个承平是左丞相 他有一次汉文帝皇帝问他 承平说 全国每年收粮食是多少啊 这个承平说 启禀皇上 这要问智利内食 汉文帝又问 全国每年有案件多少啊 承平回答说 啊 这要问庭位 汉文帝 汉文帝建状就问 啊 那你管什么 承平说 啊 丞相拐管那个百官 承平明确的治政有体 百官各司其职 智利才会有条不紊 所以孔老夫子 中国传统文化讲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不仅可以承权自己的工业 更造就了汉朝当时的生平气氛 一个人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你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 把自己看成一个没用的人 可能你以后真的会一辈子没用 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坏人 你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坏人 你把自己变成一个不管别人 只管自己的人 你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 没人喜欢的自私的人 把自己定位成菩萨 帮助别人 舍己救人 慈悲许舍 你一定会成为人间的菩萨 台长 跟大家讲一个笑话 一个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不要让自己老得太快啊 说有一位记者 看见一位看上去像一个老大爷 这么样的人 走路呢 哎呀 蹦蹦蹦蹦跳得非常快 他很感到奇怪 他就拿着话筒上去问 大爷 你的腿脚这么灵活 精力这么旺盛 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你能说一下吗 提早 贪黑 熬夜 一日三餐 不准时 这个记者一听懵了 大爷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我是列车员 那个大爷 我想请问你 你今年几岁了 这个看似大爷的人 深深的吸的口烟 面向天空的说 嗯 快三十岁了 鼓掌 人不珍惜身体 你就会失去身体的健康 人不珍惜家庭 你就会失去家庭 人不珍惜孩子 你就会失去孩子 人如果不珍惜佛法和自己的慧命 你就会失去 你就会失去佛法和你的宝贵的慧命 懂得顺进来的时候 要珍惜 逆进来的时候 要懂得定心啊 台长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对夫妻吵架 男的吵不赢女的 直接就躺在地板上 女的就问 喂 你躺在地板上干嘛 男的说 死了 女的说 你死了怎么还睁着眼睛啊 男的说 死不瞑目 女的又问 死不瞑目 怎么还有呼吸啊 男的说 我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 做人要懂得执福 就像执数一样 我们今天有福气的人 要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福气 叫执福 我们不能拼命地把福气用完 不断地积福 不断地积福 你才能不断地有福气 彻底地了解这个世界 你才能彻底懂得人间应该怎么生活 像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学博了 就要懂得 就要懂得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好好地把昨天的过去忘记 看到当下 今天众的阴 未来一定有果报 今天好好地学菩萨 你未来就是天上的果位啊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念经 让自己的心 在人间就有净土 让自己的心 在人间就有佛的道场 让我们天天活在人间 不痛苦 天天活在法喜当中 这才是叫活在人间天堂啊 谢谢大家 开场